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動森DLC快樂家樂園的打工島上 一共有5個公共設施 分別是學校 餐廳 咖啡廳 醫院和服裝店 我們是真的可以使用這些設施的功能 而它們解鎖的條件卻是不同的 有的設施在後期還可以擴建呢 今天就來分享5大設施的解鎖和擴建條件吧 影片開始前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首先 5間公共設施都會在主線中解鎖 主線也就是最開始的30棟別墅 關於DLC主線流程的攻略 想知道某項裝修技能在何時解鎖 可以收看這部詳細的解說哦 第一個解鎖的是學校 當別墅蓋到第6棟之後 再次工作就會觸發建設學校的劇情 學校需要我們幫忙安排1位老師和4位學生 可以選擇打工島上的住客 也可以是你從本島帶過來的島民 或者使用amiibo也是可以的 另外這個名單是可以隨時修改的 修改人員的方法是進來拜訪學校 然後按方向的左鍵就可以進入這個頁面 可以針對每一位做出調整 也可以給他們換衣服哦 在學校落成後 每天進來和老師對話 就可以拿到免費的植物種子 學校是不可以擴建的 只有這一層 在日期的隔天後 會在上島時遇到來拜訪的然然 然然會在學校上課提問問題 上課結束後 就可以解鎖在庭院使用異色花 果樹蔬菜來佈置的功能 另外龍山先生也會來拜訪上課 上完課會解鎖在庭院放昆蟲來佈置的功能 具體的方式呢 是要我們在本島做到昆蟲 放在包包裡 帶來打工島放飛佈置 一個庭院最多可以放12隻昆蟲 聰明的你 知道要給富達的別墅怎麼佈置了吧 在事務所2樓的盒子裡 給妮可準備DIY的材料 妮可也會在學校上課 教給你分割牆住此的DIY哦 第二第三棟設施 是餐廳和咖啡廳同時解鎖 在第12棟別墅建完後 再次的工作 會觸發餐廳咖啡廳同時解鎖的劇情 我們可以選擇先去佈置哪一間 暫時佈置一個 留另一個到主線結束前蓋好就可以 餐廳和咖啡廳落成之後呢 裡面也會有等待被接待的客人 所以如果你的沙灘並沒有新移的客人 記得也進去餐廳和咖啡廳看一下吧 餐廳有兩間房間 分別是大廳和裡面的廚房 記得兩個房間都要走一次 將兩個房間要求的家具都要擺好 才可以和巧美完成任務哦 餐廳落成後 記得每天可以和大廚對話一次 可以領取到一張料理的DIY卡 幫助大家找日集齊料理的食譜 餐廳的後期可以擴建出二層 解鎖二層的條件 是合住的客人達到三棟別墅以後 巧美會跟你講 餐廳可以擴建二層的包廂了 如果你沒有三對合住的客人 就不會解鎖餐廳的二層哦 咖啡廳在落成後 每天可以在這裡用波巾購買食物和飲品 可以帶回到本島用來裝飾 或者吃掉來增加體力值 咖啡廳之後也可以擴建出 第二層 藝術畫廊 解鎖的條件 是工作的頭銜升值到受歡迎的協調員 薪水達到2萬波巾一動的時候 關於咖啡廳的擴建 也就是升值到2萬波巾的條件 有那麼一點點的複雜 這也是為什麼每個人解鎖咖啡廳二層的進度和條件都不一樣 讓我盡量簡短的解釋一下下 我們的打工是有積分可以升等級的 積分的等級和薪水的高低是有關係的 例如在最初6000波巾的時候 打工的等級是1-5級 打工最高的等級是200等 咖啡廳解鎖的條件 升值加薪到2萬波巾 則是在我們的打工等級要到84等的時候 而積分的等級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 打工的天數 每打工5天會加1分 上限是35分 第二個 服務過的客人總數 客人越多分數就越高啦 例如20位客人的時候加5分 30位客人的時候再加5分 是有一個表格可以一直推下去的 上限是60分 3-合住客人的數量 每5個客人是合住的狀態會加2分 上限是20分 4-填充地圖的數量 在選擇別墅位置的時候 同一個區域是可以住多位客人的 而且並沒有上限 但是我們要盡量填滿所有的區域 地圖的覆蓋率也是加分的項目 5-公共設施每解鎖一間會加5分 6-使用一次分割牆的功能會加5分 7-從服務過的客人那邊接收過禮物也會加分 8-通關主線 也就是參加了第一次的音樂節會加10分 以上是目前玩家們分享的加分項目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有的玩家 單人的別墅蓋到了80棟 才升值到20000波金 但是有的玩家可能因為合住的客人夠多 地圖的覆蓋率夠高 或者實旅的夠多 在50幾棟別墅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升值到20000波金啦 如果大家是著急擴建咖啡廳二層的話 建議多多的覆蓋地圖不同的板塊 還有多多的安排同住的客人吧 第4間公共設施 醫院 在第23棟別墅建好之後 再次的打工就會觸發建造醫院的劇情 在醫院建好之後 真的可以每天都來看病 先和故事講話 掛一個號 然後等待被叫到 就可以親戚和醫生看病啦 看完病還會領取到一個醫療用品 另外 每個禮拜一會在醫院這裡遇到 曹麥的奶奶 曹谷來這裡看病 和奶奶對話可以領取到一次免費的大頭彩 數量是30 50或者100顆 醫院是很容易擴建的 記得去和醫院的工作人員對話 會觸發需要募捐波金擴建二層病房的劇情 募捐12萬的波金 第二天二樓的病房就會建好啦 如果你需要賺更多的波金的話 可以收看之前做過的波金攻略影片哦 第五間 最後一間服裝店 在30棟別墅之後 再次打工會觸發建設服裝店的劇情 服裝店內可以擺放架子 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傳遺風格 之後每天都可以進來看看 有什麼新的衣服可以買 建設公共設施的薪水 都是25000波金 並不會隨著你的工作經驗等級而變動 我們可以隨時的重新裝修或者更改名字 每次的重新裝修會拿到5000波金的薪水 內部的工作人員也可以隨時的更改 設施的擴建則是25000波金的薪水 打工島上除了五大公共設施 當解鎖到妮可撿到漂流瓶的劇情後 每天在沙灘上會出現一個漂流瓶 裡面可以有一張DIY拿 很可能是新出的藤蔓光顯系列哦 在娜提那邊購買商品 當消費達到15萬波金後 就會解鎖訂購的系統 直接解鎖所有在打工島上 目錄有出現過的家具 包括所有的改色 而且並不需要真的有擺出來使用過 可以用波金訂購回本島使用哦 每天可以下單5件商品 家具的清單 需要接待過各種各樣主題的客人 才會陸續的解鎖 如果你只是接待愛好很類似的客人 你的家具清單可能就會很少 所以有的客人即使你不太喜歡 但如果他解鎖的主題家具就很讚 也是要照顧一下的啦 另外本島上狸貓商店出售的家具 也可以在狸客來拜訪過後解鎖 並在打工島使用 好處是即使你之前只有摸過家具的一種顏色 其他的所有改色將全部在這裡解鎖 並且在娜提的訂購系統那邊 就可以訂購啦 唯一的區別就是要用波金來購買 不僅感嘆這根本就不是動森的DLC 而是動森的破解版吧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助大家更順利的遊玩DLC哦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動物森友會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